当世界上大多数耳机公司都在绞尽脑子做降噪耳机的时候 却有那么一家公司想要你在听歌的同时 能够清楚地听到外面世界的声音 它们就是韶音科技 韶音科技在2011年推出了它们的第一款自主研发的鼓传道耳机之后 获奖无数 广受运动爱好者的好评 前段时间也被外媒评为2020年你能买到的最好的运动耳机 那么今天这期评测我们就来看看这款最推荐购买的运动耳机 韶音AS650 Air 它的一点就是它不需要塞到耳朵里面 这样我可以在一边听歌一边运动的同时听到外面世界的声音 做运动其实是一件特别无聊乏味的事情 尤其是单人运动 所以一个人骑车跑步踩滑板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都会跟我一样想要来点音乐 但是如果使用普通的入耳式无线蓝牙耳机 你就可能无法清晰地听到外界的声音 这时候音乐反而会干扰你对周围环境的警觉 尤其是在骑行这项运动上 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意外 所以保持对周围环境的警觉就显得尤为重要 鼓传导耳机不塞耳朵的设计 就能够让我们在听音乐的同时 又能清晰地听到外界的声音 我们先从耳机的外观说起 AS650 Air是韶音科技推出的第五代鼓传导耳机 它采用了全钛合金的骨架设计 不管你怎么折腾它都不会变形 对称式的人体工程设计 也让耳机机身重量非常的平衡 戴在头上不会偏向一边 耳机机身是由轻敷硅胶覆盖而成的 手感真的非常好 在我第一天刚收到的时候 我就把它借给了我的同事们体验 他们都说很喜欢这个耳机的触感 像是像妹子的皮肤一样 很舒服 再加上只有30克的重量很轻盈 佩戴起来很舒适 我试过有一天上班的时候 我带着它一直到下班才取下来 都不会觉得很难受 古传导耳机的使用也非常简单 和传统的无线蓝牙耳机一样 第一次使用需要长按加号键5秒 开机进入配对模式 配对手机之后就可以带上耳机听歌了 不同的是 鼓传导耳机并不需要把耳机塞到耳洞里面 只需要把耳挂挂在耳朵上 把鼓传导扬声器搭在耳朵前方的位置就可以了 点击播放 音乐就会通过震动 通过面部的骨骼传递到内耳 让我们听到音乐 鼓传导的原理 其实就是声波通过头骨的震动 直接传到内耳 而不需要经过耳朵的震动骨膜 那有的小伙伴可能就会问了 那鼓传导耳机的音质怎么样呢 一开始我也以为鼓传导的音质可能会很差 差到无法接受的那种 但是真正上手之后 我发现它的音质还挺好的 至少我身边试用过的同事都还挺满意的 它声音其实是经过了专业调音 是数百次的调教打造出来的 用一句话来概括 它的声音有一种很独特的亲灵感 虽然不像传统耳机能够听到那么多的音乐细节 但绝对能满足我们运动时的听歌需求 所以我最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解放双耳之后 它让我戴在头上的时间更长了 虽然我之前说过 AirPods Pro是目前入耳式耳机里面配戴最舒服的 但毕竟你把它塞到了耳朵里面 长时间佩戴的话 耳机充胀在耳朵里面的感觉 还是没有不塞耳朵的鼓传导那么舒服 所以鼓传导耳机其实很适合那些觉得 带入耳式耳机不舒服的人使用 耳机机身的左面有一个多功能按键 在听音乐的时候 短按可以切换暂停和播放 在来电的时候 短按接听和挂断这些功能都是名音俱全的 而且它还支持在待机状态下 长按呼出Siri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特别是运动的时候 呼出Siri可以帮我们处理一些简单的事情 这一点好评 耳机机身的右侧有两颗收音麦克风 可以保证我们接打电话的时候的收音 关于通话的收音音质 大家可以听一下我的测试录音 现在你听到的是我用 小音AS650AL拨打电话的通话录音 大家觉得这个声音怎么样呢 觉得还不错的请扣1 我看到网上有些网友说 古传导耳机会漏音 为此我还特地的测试了一下 在办公室上班 户外跑步 小区里挤电梯的情况下 旁边的人都是听不到你在听的音乐的 除非对方的耳朵贴近你的耳机15厘米的距离 他们也只能听到一丢丢音乐 并不能听清音乐的内容 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那作为一款运动耳机 佩戴的牢固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测试啊 不管我是骑车 还是更高强度的跑步和跳跃 耳机都能稳固的戴在头上 没有出现掉落的情况 而且我也测试过在佩戴墨镜的时候使用它 下沉式的设计能够跟眼镜完美的兼容 另外AS650 Air还通过了IP55的防水认证 在运动时产生的汗水和雨水 都不会对它产生太大的影响 不过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还是得注意充完电之后 要把充电口筛好 不然可能会因为充电口进水 而造成耳机的损坏 最后再说说续航啊 AS650 Air在满电的状态下能够连续播放6小时的音乐 即使是带着跑一场马拉松也是够用的 官方宣称它的待机时间长达20天 如果你像我一样上班的时候带着 断断续续的听歌 那从上班到下班它的电量都是够用的 回看我这一周的使用体验啊 对比以前我带着普通的入耳式耳机做运动 我再也不用担心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 也不会因为跑步时候耳机的清整器效应影响我的体验 也不会因为汗水流到耳朵里面让人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古传导耳机确实给了我更好的一边运动一边听音乐的体验 的确是2020年你能够买到最好的运动耳机 总结一波 官方价898元的韶音AS650 Air古传导耳机值得购买吗 如果你不喜欢运动 你买耳机就是为了听音乐 看视频 玩游戏 那不值得 Hi-Fi耳机或者是AirPods都是更好的选择 而如果你是个运动爱好者 想要在户外运动的同时听听音乐 解解单人运动的无聊 那么能让你保持对周围环境警觉的韶音AS650 Air会让你十分舒服 而且在京东618期间 参与校园618活动 原价898元的耳机 学生价只需要658元就可以买到 领券还可以继续优惠哦 真的很划算 京东校园618好物燃情购 学生会员专享限定好物一分购 一次开通一直爽 为你的热爱助燃 打开京东 搜索京东校园或者校园618即可享受福利哦 好朋友们把让他掐打在公屏上 想象一下 早晨你来到公园 戴上京东618买的古传导耳机 连接上你的Apple Watch 播放平时跑步时听的歌单 一边跑步 一边听着你爱的音乐 一边感受大自然的声音 这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大家都能点个赞 投个B 再点个关注就最好不过了 下期视频我将教大家如何使用 Final Cut Pro 制作背景音乐 毁调刹车的这种效果 想看的小伙伴不要错过我 我是波子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